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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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大哥 你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好不好 到了这个地步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想呢 那怎么 站在这儿等死啊 非龙太子真是丧尽天良 我们的性命是小 如果让他找到财宝 招兵买马夺取皇位 那老百姓就遭殃了 汪大人呐 你还惦记这老百姓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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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医生 毕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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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毕大哥 给吧 我渴死了 你给点水喝行不行啊 朕多事啊 麻烦你了啊 来 拿去 谢谢你 来 你们两个用 你们两个去用 大哥啊 你和大太子势不两立 你不走就没命啊 走吧 那也喝 喝酒啊 喝两杯 买买 喝吧 喝酒 来 糟了 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 这怎么办呢 对啊 你和大哥走这个方向 我走那个方向 就算其中一个被抓了 还有一边可以紧 救兵来解围啊 是不是 对啊 这个办法不错 那出去 你要小心一点 这边 追 快 若鱼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独医的家 独医 这名字好怪 是的 独医在我们隔世村 是出了名的怪人 除了我和我爹之外 没人敢接近他 所以你们两个躲在这里 是最安全的 独医 我是若鱼 我有两个朋友 要在你家里暂住 若鱼 你应该知道 我是从来不喜欢接触外人的 但是… 但是他们两个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管他们是什么人 叫他们走 别因为你自己了不起 我们要不是走投无路的话 根本就不会来求你 走投无路 那好吧 若鱼 你带他们进来吧 谢谢独医 我们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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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么多白头发 我头发白了 我头发白了 三年会一定会死的 黄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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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你看看我 我好多白头发 你看看我 我也自身难保 你也有白头发 惨了 惨了 这怎么办呢 你别走来走去的 坐下来冷静想个办法才好 坐下来有什么用呢 不行 我也出去想想办法 指天教 指天教 子雄 子雄 是我呀 你不认识我了 我不是指天教 我不是子雄 像极了 真的像极了 你不是子雄吗 你别这样看着我好不好 请问这位兄弟 说我该问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快说 毒医 是我忘了给你们介绍了 这位是指天教姐姐 这位是我的恩公黄大仙 毒医 你一定狠毒是不是 不是 我精通奇门百毒 能用毒杀人于无形 也能用毒救人于弹指之间 你说我狠不狠毒 原来是用毒高手 请问这位兄弟 我头发突然变白 是不是因为中了毒呢 既然你那么虚寻请教我 我就指点你这一次 这条村的水源 隔世西的水 中年受毒污染 村民常年累月已用 他们寿命就会缩短 过不了四十岁 原来是溪水有古怪 糟了 我还一个劲地猛喝 这次我真的是自讨苦吃了 但是我们才来这几天 为什么头发突然变白呢 村民是喝溪水从小喝到大的 已经适应毒性了 所以多多少少还可以挨到三四十岁 你们外来人当然不适应 死得所以就快了 照你这么说 我们不出三年 我们必死无疑 不会 不会 看你这个像 双目无神 两额低限 而最不好的 这就是你的两个耳朵 十足怕老婆的像 说得真准 他老婆是有名的母老虎 天天都打他 准呢 准就像今仙惠 你看见我包着头 你才这样说 小孩都会看见 我也会看你的像 你 不出三年 你一定会死的 怎么你那么黑心肠 我只说你怕老婆吗 你会不会骤我死呢 他说的一点不错 看你头发变白了 就知道你命不长了 我头发变白 我现在很多白头发吗 不是很多 只是刚刚开始变白而已 黄初几 黄初凭 我怎么知道 我大哥已经走了 他是你大哥 他不会抛弃你的 怎么不可能 不但可能还可以断定 现在要救我 简直是送羊入魂口 那么蠢的人 叫我去认歌 我还不要他 你真不知道他下落 不知道 你看你 你看看我 我们满头白发就快死了 只有黄初凭才可以救我们 就算能找到我大哥有什么用 他也未必能救我们 何况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 可能会进来 祝福 会 你醒了 你的伤经过我的料理之后 已经好多了 再过一段时间 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谢谢姑娘救命之恩 不用谢我 我救你是因为我良心上过意不去 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意闻到血腥味 不要啊 我不想闻到血腥味 我知道你一定是走错了路 那你继续往那边走 就一定可以回到家了 难道你知道蛇的语言 只要一个人心静 就可以听到万物的声音 为什么我不能和他交谈呢 姑娘 请问你 把你的呼吸声降到最低 不然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的 娘 素素 我在这儿 我好像听到你和人在说话 没有啊 我和几只兔子在聊天呢 我们的使命 就是镇守仙子谷的宝藏 就算要拼我一条老命 也要保住这个镇山之宝 刚才有无耻之徒想要偷东西 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老垫着玩啊 知道了娘 那还不赶快回去 去 哦 你不过是肚子饿吗 何必伤害小动物呢 是你呀 姑娘 对不起 因为我娘看着我 所以一直不能来看你 现在夜深了 你肚子一定很饿了 不要紧 我给你带了点吃的 过来 吃吧 谢谢你 怎么你嚼东西的生意那么响 其实我是个大老粗 你听不惯的 我自从董事就没有离开过仙子谷 除了我娘之外 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人 你呢 是我第一个见到的人 你告诉我啊 这是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分别啊 男人干活是不是都很粗鲁 你真的没离开过仙子谷 没见过其他的人 我有机会离开吗 对了 外面的世界一定特别可爱 你给我讲讲啊 外面的世界也和这里一样 有星星 有月光 有蛇 有白兔 还有小鸟 有花 还有呢 还有啊 我吵醒你了 不是 这花很漂亮 是吗 我不知道漂亮不漂亮 但是我闻到它特别香 所以我摘了下来 你过来 我帮你敷药 好 来 你的手很暖和 我想一定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你又看不见我 怎么你会那么想呢 我们瞎子有独特的心灵感觉 我能感觉得到 你对我 还有什么感觉啊 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 是什么 我也形容不出来 我该走了 不然待会儿我娘又要说我了 姑娘 我叫素素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冷月风 冷月风啊 冷月风 素素 这个时候带我出来散步 不怕被你娘发现吗 我娘平时都是在这个时候练功的 难道你没发觉 我老是在这个时候来看你吗 其实你不用那么冒险 带我出来散步的 多活动 对你的伤势有帮助啊 素素 你对我真好 你对我真好 别整天盯着我好不好 你以为我是犯人呢 不知道自己长得有多丑 走开点啊 别老是靠近我好不好 你 我 我我我 男人大丈夫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说你几句就哭了啊 我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 我不是说你丑啊 你长得不丑真的不丑啊 这个世界上长得比你丑的有的是啊 是 我是长得很丑 但是你以为我愿意吗 我知道你不愿意 是你妈不好生出你来你就这样 这不是你的错 不对 是我的错 从小到大 我对用毒就特别的爱好 我日以继夜 废寝忘食的去用毒 甚至于不惜以身试毒 以身试毒 那不就是自己毒自己 干嘛那么傻啊 忠于我的身体 因为用毒过身 结果完全变了性 那你不是自讨苦吃 没有 我没说什么 你说了 你说了 全村的村民都当我是怪物 恨不得把我赶出村子 永远不许我再回来 岂有此理 我恨死他们 你别这样 别生气 好不好 百毒金脸和披霜都是非常有毒的 那这里的记载 把两种毒药混起来可以治病 大人 你敢偷看我的书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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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哥 小心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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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一兄, 到此為止 你既然比得過我這幾招 你也非等閒之輩 所謂十英雄, 重英雄 好了, 我不跟你計較了 獨一兄, 請你不要誤會 剛才我只不過偶然見到桌子上的 書中記載 以毒攻毒的治療方法 真是太妙了 我一時好奇就多看了兩眼 當然是太妙了 我花了一生的精力, 苦心鑽研用毒 到現在已經四十多歲了 才有現在的成就 你已經四十多了? 那你怎麼說村民活不到四十歲呢? 我跟他們不同的 那就是說你有辦法救那些村民? 有辦法我也不會去救他們的 他們這幫混蛋全都死得最好了 你真黑心 我黑心? 我黑心? 你們看看 我就是為了救他們 變成百毒而自己中了毒 你說我是不是黑心呢? 對不起, 我不了解情況 那你是說可以找到減藥了? 黃大哥, 我們有救了 還沒有 我本來已經研究出一種毒藥 以毒攻毒 可以化解這種病靈的毒素 可惜… 可惜甚麼? 這種藥奇毒無比 而我體內的劇毒已經飽和了 不能再試了 所以到現在還不能斷定這種藥 是不是有用? 讓我來試試吧 黃大哥, 不行 他說這種藥很毒的 為了救村民 我一定要冒這個險 杜醫兄, 就讓我來試試 難得你有舍己為人之心 就讓你試試 黃大哥, 怎麼樣? 你試試運氣 沒甚麼事啊 黃大哥, 黃大哥 黃大哥, 你覺得怎麼樣? 黃大哥, 你覺得怎麼樣? 黃大哥, 你覺得怎麼樣? 你害死他了 你快點救他 黃大哥 你快點救他, 黃大哥 扶他坐下 真的厲害 真的厲害 黃大哥, 你不能死啊 扶他 黃大哥 你又傷害小動物 你又傷害小動物 如果我能看得見 那該多好啊 如果我能看見東西 那我就可以看見你了 我一定會很高興的 我想 那個時候你不是高興 很可能失失望 為甚麼 冷大哥, 為甚麼 冷大哥 冷大哥, 你告訴我 到底為甚麼 蘇蘇 因為我長得很醜 如果你見到我 不但會心你希望 好 而且會嚇壞你啊 原來美和醜 在你們的世界裡 是那麼重要 那你告訴我 我是醜還是美 美 蘇蘇蘇, 你實在太美了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 甚麼是美, 甚麼是醜 我一出事, 就甚麼也看不見 冷大哥 不管你是美還是醜 對我來說 一點都不重要 你認為甚麼重要 是感覺 我和你在一起的時候 有一種很特殊的感覺 我的心比平時跳得快 而且 也覺得很溫馨 有一種安全感 冷大哥 素素 冷大哥 冷大哥 素素 冷大哥 你快點走 素素 走吧 娘, 你放過冷大哥 好大的膽子 竟敢來救掏寶 冷大哥 好大的膽子 冷大哥, 你快點走 娘 素素 娘 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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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罪过 娘 娘 女儿死不诛心 只求你放了冷大哥 放过他 行 但是我要他答应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要他今生今世 不能再离开仙子谷半步 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到终老 冷大哥 素素 素素 你放心吧 只要可以和素素在一起 别说今生今世 就算我一辈子 我也愿意 好 那就好了 素素 好 黄大哥 黄大哥你觉得怎么样啊 黄大哥你吐了很多黑色的血啊 没事 他已经没事了 他体内的毒素 已经变成黑血排出体外了 哎呀 还说什么以毒攻毒呢 差点把黄大哥给害死 喂 喂喂喂 你别急吧 刚才我用内功替他疗烧的时候 引发了我体内的败毒 我毁了 杜医生 你怎么样 你放心吧 我死不了的 百毒攻心我已经灌了 这天教 快来帮我 好 黄大哥 他不要紧吧 他没什么的 他因为用毒来治我 所以打烂了存在他体内的毒素 现在我给他吃了药 把他体内的毒安定下来 我不知道 那他到底会不会死啊 你放心吧 他不要紧的 我要去运功疗伤 你帮我好好照顾他 你放心吧 子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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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 你实在是太像子兄了 对了 告诉我 那个子兄是什么人哪 他 他是我的王妻 所以有的时候 我会情不自禁地望着你 你不会怪我吧 不会 我长得真的很像他 他怎么死的 他是自杀死的 他 当年村民都当我是怪物 要赶我出村子 他觉得由我这个丈夫为耻 所以就以死谢村民 他一点都不明白 我研究用毒的酷心 他一点都不了解我 你不要这么难过了 是他不了解你 我了解你 真的吗 你真的了解我吗 男女受受不亲呢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指田教姑娘 你是不是可以留下来陪我 可以 我等你完全好了再走 你真的是好人 我想现在世界上 都找不到像你这样的 好姑娘了 好 这个玉佩是我王妻的遗物 我送给你好了 这玉佩好漂亮 是不是很值钱 是无价之宝 你收下吧 这都不好意思 为什么 你 你诚心诚意送给我 我要是不要那都不好意思啊 谢谢你啊 你愿意收下了 我真是很高兴 我不要了 还给你吧 你怎么了 我只能再活三年 我要这个玉佩干什么 你不要自暴自弃 你不要这么难过嘛 你又不是我 要是你也只能再活三年的话 我想你会比我更难过的 不要紧 不要紧的 我会帮你想办法 真的 杜医兄 你刚刚康复 应该多休息一下 别打扰我研究解药 你自己去云宫疗伤好了 不要吵着我 好 黄大哥 你刚好一点, 为什么不休息呢 我要尽快研究出解药 听话啊, 站在那边 别来吵着我啊 我真是傻 为什么我现在才知道 知道什么 七色海棠 即七种剧毒玉玉身 就是对抗毒物这种寒土的最好解药了 为什么我一直都想不起来 我真是太蠢了 七色海棠真的是解药 是的 那你快点给我们 我没有啊 怎么才能找到七色海棠呢 你不了解情况 七色海棠是拿不到的 那这不是白搭 七色海棠在哪 就算是天之牙、海之脚 我也一定要找到的 什么天之牙、海之脚 七色海棠生长在圣地千字谷里面 任何人都不能够去的 为什么不能够去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圣地就是禁地 善弱者必死 那就是眼看着我们死也不管了 我怎么能看着你死不管呢 但是仙子谷是的的确确的圣地 任何人都不能够去的 好了好了 算了算了 既然解药也拿不到 与其在这等死 还不如咱这死了算了 不行啊 你千万不能够死 好了好了 我冒险 一个人进去找七色海棠好了 为什么要你一个人冒险呢 我跟黄大哥陪着你一块去不行吗 是 是 这里已经是仙子谷的范围了 大家要小心一点 你别这么胆小好不好 赶快去找找看 有没有七色海棠 我也不知道 但是传说七色海棠 是在傍晚的时候 就会发出一道光芒 就好像一道天红似的 把整个海棠保护起来 拿点这朵就是七色海棠 你先别动 七色海棠剧毒无比 你不能够没有防备就上去的 先吃一粒药丸 现在你可以上去的 你们是什么人 大胆闯入我仙子谷 难道你们不知道 擅入仙子谷者必死这道禁令 那你怎么可以在这儿 我是镇守仙子谷的孤独厚人 我当然要在这里 婆婆 今是我们床谷之罪 我们这次上山 是为了要找七色海棠 以拯救隔世村村民的生命 孤独婆婆 我们保证 不会伤害谷中一草一木 你放我们进去吧 是啊 要是我们拿到七色海棠 救了全村的人 他们一定会感激你的 这种善事你应该做的 我再说一次 善入仙子谷者必死这道百年禁令 谁敢不从 婆婆 如果我们一定要硬闯呢 那就要问他了 那请说我得罪了 快点啊 帮帮黄大哥 如果我一出手 是个孤独婆婆也不是对手 但是 干什么事啊 我求求你快点了 我求求你 喂 你要干什么 想不到你发点的时候跟他一样 你 你到底出不出手帮他啊 好吧 黄大哥 喂 你为什么不让我出手 我们床谷已经是不对了 怎么可以尸毒伤人呢 你别在这装好人了 要巴结我 管你三七二十一 我就不准你入国 你不识好本 姑娘你救我一命 我这次不杀你 你们快走吧 谢婆婆不杀真 走吧 好 出奇 你是谁啊 是我 不要怕 快点快点 我带你进黄大哥 快走 快走 啊